Hello 大家好 我是隊長BL 還有10零天就踏入虎年 虎年章節 今天我就進去大澳交流流 並且試一條比賽的路線 大澳虎山 一個出名看日落靚景的地方 一個名為偏向虎山行的虛擬比賽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一個象徵著迎難而想面對挑戰的比賽 一條可以交遊又可以自我挑戰的路線 我們由大澳出發 先上牙鷹山繞個圈 之後再上出名看到日落靚景的虎山走一圈 雖然出發之前有些阻滯 還天陰陰有些微雨 但最終我們上到虎山都看到好美的落下靚景 證明只要你有心去做的話 一定有機會做到的 新的一年章節 給點目標 給點挑戰自己 一起入大嶼山行個大運 迎接虎年 Hello 大家好 我是隊長BL 身處在大澳的大澳廣場壁畫的前面 準備又去玩一個比賽 又想建議大家站出個舒適圈 出一點點 今天我在這裡出發 上去這個虎山和嬰牙山 繞個圈來回10公里左右的距離 一條好玩的路線 有景點 如果你趕快時間還能看到這個落下景色 這裡的人多些少 都是那句 一邊走一邊說 路線是怎樣 比賽怎樣玩法 有些什麼 souvenir 拍完想打人卡之後我們就穿回巴士站的方向 記住打卡 站後一點點 只是一幅壁畫不夠 連地下才漂亮 路線的起點就是在大澳的天后古廟對出的風水廣場 有大壁畫打完卡之後我們就出發 來這個風水廣場的方法很簡單 我們沿著畫面的路線 反過來走就可以到達到 入大澳的方法都不難 可以在梅花搭1號巴士 在東沖搭11號巴士 或者在屯門搭船過來都行 車程船程都不難計算 在剛才的出發點大概1個小時左右 都可以入到大澳的了 而最難計算的是剛好班次 我今天在這個余景灣過來 兩程的巴士等車時間用了超過1小時 原本就想著3點半鐘在大澳起步 結果等到差不多4點半才可以出發 而今天和大家行一轉的比賽路線 比賽名叫做偏向虎山行 整個比賽的系列有4條路線 有長有短 今天和大家試一條短的路線的名稱叫做如虎添翼 這條大概10公里的路線 貫穿了兩座可以見到大澳開陽景色的山峰 一座是虎山 一座是牙英山 計算自己的腳程時間 在虎山托人日落之後下山 時間剛剛好 那就完美時間了 我們沿著恭喜發財的牌 碼頭巴士站的方向 繼續跑 橫過巴士站 繼續向前跑 巴士站之後 微微轉右 天氣雖然涼涼的 跑幾步已經輕輕地要脫風扣 剛才見這麼美的風扣 還有現在身上的這件衣服 就是比賽的紀錄 至於怎樣可以得到這件衣服 和這件風扣 一邊走一邊說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件衣服是超爽超輕的 沿著馬路跑道 似乎是盡頭的位置 我們沿著休憩處 左邊走 然後沿著左邊的鳳凰徑第六段 即是逆走的方向 上回這個龍仔五圓 來到這個位置 不要直去 微微轉右上車 好了 上到這條斜路 這條是一條漫長的斜路 熟悉鳳凰徑的朋友都知道 這條路不容易接近 大概我不記得 好像一公里以內的上斜範圍 但也上得很急 快不到的了 這條路上 唯有一邊出水 這段路如果要計算 我會去到一個叫能淫亭的位置 總之看到停 800米左右的距離 這段要最急 但是再急一點來計算是前半段 之後呢 就會緩一點 都是上斜的 直到龍仔五圓的位置 大概1.8公里左右 踩氣指數是非常之高 OK 沒得你急了 沒得急 那之後走這裡吹一下水 都快不到 日落追到就追到 追不到也沒辦法 OK 這樣的比賽 那 搞手 月跑時多 如果看我的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跟掌櫃小Ken 都挺好的朋友 OK 很多時候他做一些折扣優惠 都會提提我 大家幫忙去 去宣傳一下 OK 這次的比賽 其實呢 過程中我都 給了很多鬼主意 因為大家熟悉 有些想法 我又不介意說 很開心他也接受了我的意見 但有一個意見 他是不接受我的 就是這條路線 現在正在上去 我覺得很辛苦 我跟他說 可不可以反過來 這條路線 他很堅持 為什麼呢 他希望可以在釜山的位置的時間 大家可以在釜山頂 看日落 遇到的時間去釜山看日落 相當之不錯 如果反過來走的話 未必能夾得到 看完日落的時間 就晚上走山路 我想大部分的朋友 都不會遇到比賽是晚上玩 對嗎 車子數是非常之高 一邊走一邊說話 不容易做到 OK 微微轉彎 這裡是L054 好了 既然跑不得快 剛才我走上來的時候 按著電話看看 假設從村屋起步 數五百米距離 究竟攀升是多少 竟然有意料之外 好像很辛苦 但以為攀升是一百三十海拔 想不到 走這個時間 遇到幾點 看邊的朋友 好 剛才說了一半 那五百就攀升一百三十 化了一公里距離 都是說二百六 相對這些很難的路段 不是很高 但是不知為何 這段路很辛苦 可能因素 很大部分都是石屎路 好了 看到涼亭 其實涼亭還沒完 之後還是斜 不過個人主觀感覺 就是最斜的一段 過了 涼亭還過不久 L053 繼續去吧 基本上 龍仔不完之後 還是繼續上斜 萬丈埔之後還是 不過應該放門 不知小武 很急 雖然我是主觀感覺 但實際上真的有段平溫的路段 出現了在你眼前 讓你回一回氣 也好 好 跑一跑 追日落 好了 分岔路不要直去 我們靠左 完鳳凰京走 又有一個鳳凰京的牌 分岔路之後 去到龍仔不完 大概都是一公里距離 路況和這間畫面 看到的差不多 途中我們會經過一條石墊 叫做凌峰石墊 好了 橫過 凌峰石墊 跳跳跳跳跳跳跳 跳過去 繼續跑 不知道小K是英雄所見略童 還是之前我吹水的時候 我忘記有沒有提過 他這次的比賽 基本上 如果你玩完四條路線 基本上都有一套 挺好的裝備 剛才起步時的風褲 現在我穿著這件T 這件是限量版 深厚的字 比賽紀念T 不是這幾個字 是更好看的 還有一條跑褲 不知道是否能看到 很鮮的紅色褲 還有一條長褲 大家經常說我沒有的長褲 就是一條保暖 起步 或者跑完步之後 套上的長褲 剛好 剛剛儲存一套衣服上的裝備 好 先描述一下 沿著萬丈鋪去 分岔路 先轉左手 或者靠左手 過了那個位置 距離我們第一個 的景點 或者打卡位 龍仔五圓 還有兩百米 距離不夠 OK 說回剛才的 Sauvinia 我覺得是挺好的安排 獎牌不是不要緊 對於很多剛剛玩比賽的朋友來說 一定是一個有紀念意識 完了獎牌 這個比賽也有 但我覺得更加正的是 在整套比賽概念上面 可以有齊一套 不錯質料的衣服 我講的這件衣服 六十多克 中馬也是六十多克 如果我穿的小馬 應該是更加輕一點 什麼概念呢 這個重量是 等於半件T 而且更重要是 不是用線車的 這個是一個挺好的科技 沒那麼容易磨損 看到一些椅子在旁邊 已經差不多進入龍仔五圓的旁邊位置 左邊 你們的位置要注意 有這個郊遊警告示牌 我們現在是直去的 但左邊是五圓 看看這裡寫什麼 鳳凰境 想不到圖中有一個牌 我們去龍仔棉看看 這是一個很美的荷花池 來到這個位置 可惜天色很一般 但也算是清風送爽的 看看那些荷花 夏天的時候 這位應該會更加美 由於沒有太陽的關係 也時間趕趕地 拍張照片 打一個卡 算數走人 好天的時間 荷花盛開 再來過 OK 繼續跑過去 下一個標誌性的位置 就是萬象堡那邊 要入口位置 這是私人的地方 現在不開放 好像有工人都在看守 我們旁邊樓梯上 下一個標誌性的位置 萬象堡大概是八百米的距離 路段開陽 開陽等於平路 繼續咬到樓梯上 先看看 這裡是L050 讓畫面嚇嚇大家 好了 既然樓梯級 不能跑 又是聊聊聊聊天 時間 我經常說 不是不重要 不過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賽事的本質 作為一個苦年 我視為一個賀歲的比賽 一定會有一些技術 在這裡 好 技術是什麼呢 車子數相當高 因為跑出去 OK 四條的路線 有兩條長兩條短 兩條三十度 兩條十幾度 都是圍繞著大嶼山 以虎命名的山峰 來做骨幹 大嶼山這邊的虎山 嶼景灣那邊的老虎頭 有一條十幾度 和三十幾度 是老虎頭這邊 有一條十幾度和三十幾度 是虎山這邊 有難有疑 玩完比賽的組合 剛才我所說的四件裝備 齊了 是不是一次過玩完呢 當然不是 有幾個時間給你慢慢玩 朝著你的目標 分先後次序 去完成它 好了 繼續去 繼續吹一下水 剛才說了小K Band我的意見 有些意見 他接納了我的 我覺得是一個 很值得去推動的 做法 OK 虛擬比賽和實體比賽 始終都有不同的地方 對不對 但我們畢竟 都是希望去玩實體比賽 我們怎樣可以令到虛擬比賽更加實在呢 我就給了一些鬼主意 小K OK 儘量要貼近實體的比賽 其中一個做法就是 大家不可以彈攻守 OK 量到哪裡出發 哪天出發 就是哪天 大家都明白 比賽 譬如是某年某月某日開始的話 無論你陰天晴天好天都好 實體比賽都是要進行的 同樣 如果你是一個虛擬比賽的時間 你在出發之前 讀定了某年某月某日某個時間起步 這個就變相來講 更加實在 無論起步的時間 陰天好天晴天 這個都是 天給你的日子時間 或者是 彩數 可以這樣說 我們玩比賽就是這樣的 尤其是玩山賽 天氣變化才是好玩的地方 如果你是沒有這個限定 始終人有惰性 大風點不去 下雨不去 條路線線都不去 那就失去了比賽的意思了 所以 如果是增標組的 即是說 有機會去挑戰獎品 很豐富的獎品 應該是有些門檻給大家的 這個就是 我建議小K設立的門檻 如果增標的 在比賽出發之前兩天 要提供的起步日期和時間 真的按照這個日期時間起步 才算計算 去移比賽玩一兩年 大家又玩開經驗的朋友都知道 通常做了成績都很少第一時間補上去 看定些先 去到最後兩天 如果有些快腳過自己 而又可以覺得是挑戰到的 再做一次才鋪上去 這些就叫看著來吃 OK 正常的比賽是不會有的 所以 我們不建議 看著來吃 應該是公平競爭 自己覺得要操練多久 譬如現在當2月開始的比賽 你可以4、5月才玩的 哪怕你定到4、5月都不要緊 但是時間趕了出發 那天就是那天 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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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三叉路 拍一拍這個位置 江山交流徑 1310 三條路 背脊一條 原來我們自己走一條兩條 前面兩條 這裡還有一條 五叉路口 看多鏡頭 1、2、3、4、5 我們沿著萬象埔這條 0.5公里距離 OK 這些就是爭標分子 但是從來比賽冠軍只有一個 就算你的獎項有三名 十名也好 數到第十名也只有十個 不是每個人都有本事 可以做得到的 我經常跟大家說 挑戰自己是最重要的 所以 又是另一個組別 自我挑戰組 OK 這個是一個好聽的名字 也是我建議小K 要給點鼓勵自己 難道叫做 沒有辦法爭獎組嗎 不會這樣的 OK 自我挑戰 很重要 其實玩比賽也是這件事 那我又頂了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 當然 通常 沒有辦法去挑戰前列名次的朋友 都是自我挑戰的 但是怎樣給自己一個推動力更加大呢 同樣 我都做了一做法 就是建議做一做法 在起步之前兩天 你提供一個個人最佳成績時間 或者是預計 或者你真的實際做過 譬如舉個例子 這條路徑 你曾經試過路是兩個小時的 你就打兩個小時去 如果你能夠低過兩個小時的話 實際比賽時間完成了 恭喜你自我挑戰成功 在這件證書裡會多一個儲 就是這麼大把 沒有特別的禮物 這個純粹是鼓勵大家去定個目標給自己 我們經常說 玩比賽也是自我挑戰 不想有個心態就是說 那我都是郊遊而已 雖然我有時候經常說 比賽開郊遊牧 我們這個純粹很直落 OK 雖然說比賽開郊遊牧 不等於你沒有爭勝心 你應該要盡力去推動自己 做好一點的時間成績 來到這裡 萬丈步的營地 我們不要直去 直去繼續在鳳凰徑 我們來開鳳凰徑 轉右營地方向 好了 分岔路兩邊 我們是沿著右邊直去的 左邊的路 那邊是驚印水道 去九嶺沖的方向 指示很清晰 我們沿著右邊 繼續微微上斜 好了 一路上著這個鷹牙山的山脊的時間 講一下獎品 雖然冠軍只得一個 但是 這麼豐富的獎品 也要提提的 我現在戴這副Fi 都應該不錯 是限量版 比賽的總冠軍 就會有一副 限量版的Fi眼鏡 這副鏡特別的地方是甚麼呢 我個人感受 這副跟我戴的黃色褲 是一樣的 外形和弧度 純粹顏色鏡片不同了 而最大好處 它同樣都可以加搭配器 在裡面 而這個也不是最重要 而是黃色褲我當然喜歡 但我發覺 有一個個人而言的缺點 就是它真的會變色 很多人來說是優點 但當我走到很累 很死狗 又沒有太陽的時間 它就不會變成太陽鏡 沒有太陽鏡 遮一遮死樣子 就很累 很累 沒有遮擋 沒有擋 這副可以了 這副不會因為天陰 一點 就變回 沒有了那個幻彩的顏色 無論現在有多死狗 大家都看不到我的死狗 這是一個優點 限量版 應該是可以在比賽的報名時間加購的 我希望Kent 可以 小K 可以給普通朋友 都可以訂購 畢竟 都真的有些朋友 未必不玩比賽 我覺得很厲害 應該大家分享 或者有機會去接觸 希望可以 OK 繼續向前行 看見現在這樣的天色 我都不敢確定 去到釜山那邊 或者就算趕不及 在碼頭的位置 都可不可以看到一個漂亮的落下 畢竟 現在過小 我覺得都是50-50 好了 微微留一段之後 前面看見的方向那座 就是鷹牙山 剛才說了 我們不用上頂 剛剛遮到山頂 上面的山徑 看不到 我們會沿著左邊的山徑 辦過這座山 看見在前面 好了 剛才遠處看見的鷹牙山旁的山頂 我們現在已經身處在這個位置 這裡很多路 可以上到鷹牙山的山頂 今天時間的關係 比賽在那裡 不需要上去的關係 我當然不會和大家上去 那麼 五點半左右 釜山上面看日落 未必做得到 但是這個位置的鷹牙都已經很漂亮 無緣無故厚運了一點 遮住了 好了 看完出面的景色之後 下了幾級石級 這個路段開始 向下走 下回到大澳二澳之間的海皮位置 鳳凰山的路段 然後我們就會轉 由手邊方向 去回釜山那邊 上釜山 那就真的如虎添翼了 好 來到這個位置 已經看回一個很漂亮的大澳方向 就是說 如果你腳程慢 又這麼幸運 天氣又下降 日落的話 這個位置 也是應該會看得到的 OK 不過有穩定提示一下 如果你是刻意氣 打算趕緊入落時間 來走這個路段的話 穩陣一點 還是帶回頭燈 步速的遊蘭港 一晚了的時間 都會有一個的準備 不用瞎摸摸摸山 沿途老坊 都是很開陽的 石級 這些漂亮的路背 不會掛手掛腳 還有看到外面的漂亮風景 這些還不是很棒的郊遊路線 跑也可以 走也可以 好 前面看到這座小山 山上有一個叫大澳觀景台的位置 我們上到要打卡之餘 停下腳步 看看風景 很漂亮的風景位置 可以看到整個大澳 好 給大家感受一下 鏡頭下 一點紅霞的感覺 暈厚一點點 但也挺漂亮的 看風景之餘 記得走到前面 打卡 做個紀錄 打卡 做完紀錄 給大家看看外面的景色 如果不是這座厚雲遮住了 是否應該會很漂亮 真是 人算不如天算 沒辦法 離開了 沿著剛剛的告示牌的方向 一直看著海邊的方向走 路上非常明顯 沒有分差路 只有一直向前走 就會回到鳳凰京的路段 前面有個發射站 我們要在旁邊刷新移過 刷新移過之後繼續下樓梯級 這些樓梯級 對我來說 要加快腳步 省了一點時間 來到這個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 雲上有些光 下雨下 被後雲遮住了 激死了 當你來到這個位置 看到一些密集式的樹林 和樓梯級向下走的時間 告訴你 差不多已經落到 接回鳳凰京的路段 但是這裡的樓梯級也很長 還沒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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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級的路段 也有些黃土泥路 可以選擇去捷徑 比賽 沿著 正頭正路走 雖然看到樓梯級 表示 已經步入了下山的方向 接回鳳凰京 但是這裡的樓梯級 也很長 走一段都還沒得到 拉拉地圖 原來都超過300米的距離 好了 再看回鳳凰京 我們轉右方向 天開始暗暗 最主要是被罩著 微天黑 好了 上車 下回鳳凰京 出海濱的位置 邊皮位置計 但是也有1.8公里的距離 所以也要密密 如果不是 天黑不要緊 太黑就無謂 加快一點腳程 好了 出海邊位置 沿著海濱長浪跑 天還沒暗 雖然街燈已著 好 好了 村民在堤壩邊 雖然今天看不到很美的落下景色 但是我告訴大家 近年我看到最美的樓梯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這裡看出去 可以有一個很美的鹹蛋網 沉到海裡 非常之正 好了 一直看回去 左手邊 這個 就是釜山的位置 是不是就這樣看都覺得美呢 可惜 只差了鹹蛋網 不過現在已經是相當不錯了 晚行景色 好了 跑來這條橋的位置 停一停 看不見 看不見 畫面有點不太連氣 OK 沒錯 被你們發現了 今天是第二天 因為昨晚來到這裡 都六點三四個字 上到山都暗 看不到什麼美的景色 於是就決定放棄乘巴士走 想著今天來到的時候 希望會有個好天 拍到一個美的落下景色 正如我昨天都說 這個位置是很美的 上到虎山的地方更美 可惜 人算就是不如天算 今天現在是乳粉毛毛 是昨天 即是昨天的明天 即是總之今天 OK 的鐘 三點鐘未夠 兩點八個字左右 那 我會在這裡繼續延續下半段的路線 那 就上了這個虎山前面這個 繞個圈之後下來 不要在上面等了 大風 那 看看吧 我們這個好景色 如果真的有個美的落下呢 放隔飛機上 在虎山的頂 扣著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裡見到的 在上面都會見到 那如果不好天的 那我都不會再來第三天的了 等一下有時間之後 就會玩一玩這個大澳 我記得 前幾個月之前 中秋之前的花燈節 拍了一條片 很熱鬧 熱鬧 熱鬧就有好處 有不好處就是 根本都人迫 看不到什麼 今天 星期六 又雨粉 毛毛 應該都會少些人 吧 人家 人家可能會去看釣鐘花 我已經 引人去看釣鐘花 所以大澳應該會少人 我待會去吃東西 先上山 同樣跑回來這個位置 而我們沿著左邊 轉回大澳去 過橋的位置 環過了這個釣橋之後 會見到東亞銀行 東亞銀行 再直去會見到福林門酒家 沿著福林門酒家的左邊去 好了 轉過彎之後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這條路 這條路 幾個月之前 是非常多人在村內插網的 這個叫石仔堡街 巴登街 好了 沒有了花燈 再加上少許的雨粉 微微 整條路少了很多人 不過隱隱約約 街上也看到少許的飾物 和花燈在這裡 好了 跑到大會堂附近的位置 來到這個分岔位置 我們就是轉右手邊 正面來的方向右手邊 直去什麼位置 就是這個大澳民物酒店那邊的方向 我們現在就會暫停試一試路 過那邊先走 因為那邊是很漂亮的 OK 之後再來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上釜山 由這個分岔落海的石仔堡街 去到盡頭 我們會見到一個碼頭 大概這段路的距離 600米 不夠 上一次來這個石仔堡街 是花燈節的時間 由於人多的關係 加上快天黑 去到這個天后古典的位置 我們就回頭了 這段路我們就沒有走過 坦白說 這段的樓房景色 和前半段沒有什麼大分別 但越走得進 相對來計就越更加平靜 沿途走進去 我們會見到很多 海味手信的地方 又會經過 有些村民 栽種得很漂亮的圓抱 途中又會經過 一間大澳很出名的蝦糕廠 沿途又會見到一些壁畫 點住這條石仔堡街 來到這個位置 石仔堡街 看回到雲霧中的牙鷹山 還有這個 不知是避風塘 還是防波堤的位置 遠處就是我們剛才跑過 或者是昨天跑過的 海濱長浪的位置 好了,繼續前走 是不是感覺到 已經好像沒有什麼比賽模式 好了 看到這一條白色的扶手欄杆 後面還有一輛纜車 好像可以任何人都搭 過去看看 比賽試路而已 待會可以繼續試 我不知道會不會再繞過來 因為越走越進 我想不夠時間的時候 繞進來就無謂了 OK 應該是通往酒店的 好 我竟然試試一下 我來搭這輛電梯 這個電梯 其實在這個 寶屋山 好像有兩步 我每年都會去寶屋山 但我是不敢搭的 OK 想不到來到這裡 我竟然玩這個 短程纜車 已經絕了聲音到了 好了 好了 我上來這個位置 剛才有幾個乘客 很有趣 他不可以看得起這輛電梯 他說 如頸灣都有 我想跟他說 寶屋山都有 不代表他不好 因為這間都做得挺漂亮的 OK 這間酒店都貴貴的 看一看 比賽 這裡可以通上釜山 不過 不是經這裡走的 我們先參觀一下 我記得這間酒店 改建成酒店的時候 我有留意過房價 印象中都挺貴的 我覺得 那個感覺 是不太值的感覺 當然 不是很值的 因為我不捨得洗 你問風景美不美 這些位置當然沒得頂 加上一個歷史建築 好 來到這個盡頭的位置 有路到下面這個石仔堡街 好了 拿了樓梯級之後 右邊有路上山 就是上釜山的 我們先去左邊 延續一下賽道 還有下面的位置 放駕飛機上來 拍一拍這個酒店 都應該挺漂亮的 好 下來了這個位置 已經看到很漂亮的 不知道是楊子經 還是公粉楊提甲 還沒開花的 過元年之後來 應該會更加正 好 在這個楊子經花之下 有一支小炮 這支小炮 堅的 這個位置 據聞有三支 為什麼有三支炮 原因是大澳的正面海域 對正大海 所以有三支炮 守護著這個位置 在這個這麼寧靜的碼頭邊 放了轉飛機 想不到星期六這個位置 都這麼平靜 這個碼頭 我猜都是當年 給大澳差館用的 好了 交流流完 放了轉飛機 看完一間美麗酒店之後 我們要走出去 沿著這條石仔堡街 去上釜山那個 分岔路口 上山 繼續我們的比賽試路 剛才進來的時候 就是看到很多很美的花 回頭才看見 有很多的炮掌花 走山的時候 我有個習慣 走那麼多 我就會回頭看一看 因為順著走 和你回望的畫面 是完全兩回事 很多東西你順著走的時候 看不到 例如這條石仔堡街 剛才進來的時候 都看不到這裡 有這麼美的景色 反過來看有另一個角度 例如前面這棵樹 村屋是三層樓高 那你看看這棵樹 又有多高 可能有六層樓那麼高 好了 出到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就轉左 如果剛才跑進來的時候 就應該是轉右 沿著這個位置 上釜山 前面有一間 好像叫少林寺 就在這個位置 看到天后古廟 又看到少林 少林 是否少林寺 前面有一間武術學院 剛才我們經過過 這個可能也是武術學院 那樣的東西 不如看一看 好 在門口掃進去 這個位置 挺漂亮的 挺平靜的 應該可以進去 既然一場來到 快閃參觀 進來看到很多雕像 雕像還有少許破損 有破損才可能是遺跡 前面這個位置 前身是一間圖書館 這裡可能像一間學校 前身 看來這裡做草坯 前面有個少林兩個字 加一些幻想力 一班武術在這裡打功夫 何其壯觀 這麼歡呼的廣場 竟然有個這麼商業的名字 財馬會廣場 沒辦法 財馬會捐錢起 由這個少林的位置 上到這個虎山山頂 不太遠距離 300多米 好 來到分岔路口 指示相當清晰 直去 是洛山路段 來的 左手邊 有指示牌 有一個先人的墓穴 我們是在這條石級路上去的 好 來到這位置 左右兩邊有標柱 26、27 好漂亮 路段 越來越漂亮 根本上這條路是 給郊遊 相當之不錯的路徑 鋪好 好了 石級路已經指引我們 要轉右手邊 但是左邊和直去都有一些山徑 是接過去大澳軍營那邊的方向 好了 純粹描述一下那邊的兩條路 告訴大家可以通過去這個 大澳文物酒店那邊的方向 我們當然是沿著右手邊 上虎山這個樓梯級 OK 今天是這個比賽路線試路 加這個交流樓 好 好 上去這個位置 會看見中華白海豚 哈哈 的雕塑 搞到大嶼山這樣 你覺得還可以看到白海豚嗎 看這幾條就可以了 好了 在這個中華白海豚的數像 後面 看到這個山 沒有名字 91米高 側面是山徑 這條山徑應該可以上到這個山 這座山比虎山更加高 後面有山徑 回到這個大埔軍營方向 好了 雖然交流樓 都可以分享一些行山資訊 直去就是虎山的頂 我們剛才沿著這座上來 旁邊這個就是這個雕像 其實雕像後面 有一條山徑 這條山徑 可以通過去大澳文物酒店那邊 這條山徑 這個位置是看上去 右邊的開陽 當然 我純粹走一段小路 沒想到 這條山徑 前面還有一些路 可以到下面 這個海邊的位置 我們當然不會下去 今天是試路加上這個交流樓 OK 給大家多個鏡頭 直去 可以去到幾近 密不密 會不會通得到呢 我印象之中 那邊的路口已經是山密了 不容易找的 或者 你從這邊過去的時候 可以逼得到這條路出來 也不停的 不過不是今天試這條路了 繼續交流樓 兼試比賽路線 可以脫回風衣的情況之下 就是告訴大家 真的要感恩 開始天變回藍色了 竟然變回藍色 可能會很幸運 讓我看到一個漂亮的落霞 不過這條山更多 我在考慮 究竟我在等 要等 要等到下面放飛機看就算了 再上多一點 看看有多少人 來到75米海拔高的虎山 藍天 看到嗎 標高處後面的太陽 應該要慢慢慢慢地下降到海裡 希望沒有什麼阻礙 時間是4點10個字 所以今天的日落時間是6點05分 如果要等的話 要等一個多小時 不過這個這麼漂亮的景色 其實是值得等的 OK 落到下面 都可能人多 那就馬上去坐一會 很美的風景 很漂亮 超級漂亮的 看不ered 超級漂亮的 好了,掙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決定離開這個釜山頂 現在大概距離日落時間,我想還有半個小時左右 半個小時都不等 因為我覺得海邊的日落其實都很漂亮 這邊都開始人多 留給他們 我都沒試過在釜山看日落 或者有機會跟經理人來看,留給他們這個日落的位置 我沿著這條山徑,下去 由這個位置 即是釜山頂 到終點,即是壁畫的位置 大概1.4公里距離 全落的了 看著外面那條港珠澳大橋 還有這個變化很大的大嶼山 不知道大家多久之前見過這個中華白海豚 我真心想知道,如果大家最近一次見過的話 留言給我,讓我知道原來是相隔了多久的事 還有剛才馬海豚的雕像,後面是山徑 我聽說是山脈了 不知道最近有沒有朋友走過 如果有的,走到的,就告訴我 但我有空就玩一下 OK,穿進去,另一個山坡位置 剛才放飛機的時候都看得到 過了這個山坡,就傳落了 釜山也有繩子 好了,望見前方,來個回望鏡頭 落下景色,有個好運 不知道到最終看不看到了 好了,回望完繼續走 其實今天已經很幸運 可以看到這樣的天色 是非常非常之幸運 是遇到 當然昨天希望好天 但出門的時候已經是遇到陰天 下雨了 竟然會見到這樣的景色 還不感恩 賺光了 好了,下坡的盡頭 會見到前面這座雲霧中的山 一座是象山,一座是獅山 鴛鴦色,很有趣 然後再看下面就是大澳特色爬屋 而另一邊沿著這個廣珠澳大橋直往的 就是東沖那邊的方向 機場方向 好了,這一小段上和下 好像崎嶇一些 有一條繩子點著爬 但實際上 都不算太難處理 沒有處理開的 慢慢來都應該處理得到 過了 已經過了 眨眼就已經過了一些崎嶇的路段 OK,我們回到下面一個位置 咦,還有一點點 正在開路了 看不見到 這些路的開發模式 不是普通的行山有開的 政府開路的 這些一定是靚級來的 下年來到可能已經另一個崗景 要拍下它 這些是歷史來的 這些是 這些平潤一點 不知道鋪不鋪呢 其實這些沒有鋪 就這樣鋪去 還好陷些 那些樹中間左路的那些 又被人斬了 正在開路 很明顯正在開路 剛才說過 大澳有三壽 這個老虎獅子和象 經常想走 想走 最終只有一個想像 OK 又到一些 接下來會變漂亮的路 有機會 認真點 計算一個時間 想走這兩隻 吉祥物 這條路 拍完遠景 是因為近景 這條路 如果不是開了路 其實都挺斜的 這個虎山 本身都並不是容易 只不過 已經人工修飾了 完全兩回事 OK 就算偏向虎山行 都容易了 好啦 我們差點忘記了 我們正在試比賽路 不要緊 歸根究竟 還是滿足自己 玩一下 下回去 好啦 沿著引水道樓梯 吸落 回望先 這個位置 有繩 有引水道 告訴大家 不是正規山徑 真是不好意思 這次剛才有推聽到 那些行山友 在那裡聊天 兩個年輕人 她說 如果你跟女兒 上來虎山行這條路 我想她對你分了手 這些很明顯 是之前 沒有做過功夫 可能純粹地圖有路 就沿著一路走 先過這位 OK 不過不要緊 高高地 跳下去 高高地 在這個位置 我相信 上面這樣開路法 畢竟將來 很短時間內 這條是一條正規的山徑 OK 來到渠武處的建築物 左右兩邊有路 我們沿著左邊走 右邊是進村的地方 都能通到去的 不過有惡狗 比賽路段是靠左邊的 這裡有間 荒廢了的學校 還有一個籃球場 我們沿著這條路 跨回到前面 會看到一個廟的東西 如果我們沿著東澳古道 就會接到前面的位置 接著就會穿棚屋 出回這個碼頭的方向 來到這位網 左邊就是廟 我們沿著右邊直去 分享一下現在的時間 大概是5點10個字 而今天的日落時間 剛才說了是6點1個字 走出去應該是剛剛好的 看不見沒有所謂 剛才我轉飛機 也看到很漂亮的晚霞 轉過公廁旁邊 然後左轉 潭谷路段 過了這個寶珠潭公廁 我們就沿著吉慶後街 大概跑400多米的距離 就會去到我們的終點位置 雖然好像熟口熟面 但跟東澳古道那邊 跑過來的吉慶街 有點不同 因為這條是後街 好了 這條巷穿了什麼位置 就是這個天后古廟 終點 好了 來到終點了 不要問我用多少時間 我用了兩天來走 OK 難得這個位置這麼清靜 這麼清閑 對上一次來是側滿了人 分別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多了燈 少了燈 那些燈是否重點呢 我寧願好像那樣少了些人 好 那些路線是相當過癮的 橫跨了在大澳的兩座山峰 兩座可以看到美景的山峰 那就是那句啦 雖然說比賽 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玩 從來冠軍只有一個 要做的都是挑戰自己的 OK 那麼 比賽路線到這裡為止了 一條試一下路 再加上交流流的路線 現在我出馬頭的位置 搭車走 順便看見不見落下景色 如果見到漂亮的就拍兩張照 如果撞不到就搭車走了 好了 離開終點之後 我們就沿著原本來的那條路 出回到碼頭的方向了 好了 最後來到碼頭邊的位置 日落 應該未必看得很漂亮 所以我都不會出去 在這裡跟大家說過 Goodbye 最後 見到我穿著長褲嗎 剛才大家說過 比賽四件souvenir 其中一件長褲 雖然我不是很好穿長褲 但是也是一件很需要的裝備 例如一早一晚出發 和完結比賽之前 有些人都喜歡 令自己可以暖一點 不會娘親在車上 亦都立刻無法碰到人 有那套長褲 我有時候也有什麼習慣 不過不是經常有 都挺適合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套裝備 和喜歡這條影片 喜歡的話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有興趣的行山教的朋友 記得訂閱之後 按個鈴聲 按個鈴鈴 每次上影片的時候 大家就會收到通知 有留言的 留給我吧 還有給個讚我支持一下 今天就到這裡為止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再製作吧 我們會不會休息一下 enters 下條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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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